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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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這一次展覽名稱看不見的兩個字集 主要是因為我這個 這一次展覽主要發表的作品就是Cosplay系列 然後很明顯我們可以從外在的形象看得出來 就是一個屍體的動物在扮演一個大家 認為或者是我們用刺文化元素去揉合出來的 另外一個卡通人物的角色 我在探討的是一種灰色地帶 就是這兩個一個是寫實的面向 另外一個是虛構的面向 或者是卡通畫的面向 這中間是兩個極端的極致 在某些面向看起來 可是當這兩個部分都是虛構的時候 看起來一個具象的實體 可是卻是有兩個虛構構成的時候 那你看見的真的如你所看見的嗎 我是丟這個疑問出來 從我早期在做動物系列的時候 為什麼選用動物的東西 是因為如果用人的話 對我來說它太直接 而且會有一點理所當然的一個狀態 它是可以預期 太可以預期了 然後創作對於我來說 如果它是一種大方向篤定 或者是你要探討的那個液體或面向 其實明確的時候 中間的很多精彩或者有趣的是 那些不預期的現象 因為你不知道時間軸在走的時候 跟環境在蛻變的時候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會有一個新的活化產生 所以我用動物是因為它比較不會那麼直接性的 因為人看人的時候就會變成說 它的醒目哀樂或面向太容易直接感受 用動物對我來說它比較中性 它可以直接間接的去投射到你 觀看著當下的心情 然後一般我在做創作的時候 我其實蠻希望一個原則就是它 它不要很直接就讓你看到它就是在探討很嚴肅的液體 我喜歡用輕鬆的方式在探討一個嚴肅的液體 可是不代表這個液體本身它不存在 它只是用另外一種比較輕鬆的形象 或者輕鬆的一個型態 可是我們用很嚴謹的心情在探討這樣的一個面向 先講一下我所選擇的卡通人物 很簡單有人會說老鼠你怎麼不是母老鼠 對我來說它太理所當然 所以我會選一個時間跟空間 所謂空間就是地獄性 範圍可以拉越廣越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卡通人物 我不一定做這個世代或90年後的粉紅豬小命 我可能會選一個宮崎駿的紅豬這樣的一個角色 因為它對於時間軸來說它是很比較早期的東西 或者泡泡龍 對我不會做另外一種可能進階 跟時代背景比較接近的那個擁 然後地獄性方面我可能不會局限在做 因為像我們都知道 動漫是日本是一個自文化的大國 而且是近幾年又更宏勃發展 可是我不會鎖定在日本這個地獄 我可能會選中國的喜羊羊 羊一樣英國也有做一次 卡通人物也有做羊 可是我會去看一個地獄性的分布 所以從老鼠方面我就會選擇日本的皮卡丘 對然後牛的話就美國的一些卡通人物 叫做記憶牛的那隻牛 然後老虎的話就是迪士尼的跳跳虎 對就是盡量讓歐美跟日本這邊東方都有 像兔子就是劍兔很裹著 然後龍的話就是泡泡龍 其實蛇這個部分會比較難掃 因為我希望的是它可以脫離它原本的一個形體 它就是很純粹你看得到是卡通 像說蛇我掃蠻久的 它當主角角色很少 所以我選擇的是那個魯夫那一部 航海網裡面的蛇雞旁邊的那一隻蛇 它比較特別是因為它不是塗牙的黑角 然後像馬的話就是彩虹小馬 然後羊就是中國的西洋羊 對像後面的猴子 猴子一般大家就可能會想到另外卡通人物的猴子 可是我就特意會取一個很中堅持 跟皮卡丘一樣啊 大家可能不知道它是屬性的 就是會找一個比較不那麼理所當然的角色 所以後世我選悟空 西洋豬的悟空 對然後雞的話就是 也是迪士尼動畫裡面的 飾演天雞 然後狗的話就近幾年比較出來的一個新的卡通人物就是老皮 就不會選史努比 就是把那個時間軸拉開 然後豬就是剛剛講的紅豬 然後比較新的就是這個人 這個人我特別處理的一點是在於說 大家你們一般看它就是單一 one piece 二元 寫實的在扮演虛擬的這個東西 可是人的部分我讓它就是又多了性別的選擇 所以一邊是蠟筆小型一邊是小丸子 就是即使多很多選擇 可是它也是一個虛的東西 所以我刻意會去強調山寨這個元素 所以在一般處理手法 雖然它是寫實的肌肉的部分 可是仔細看你如果對解剖學有研究的話 它全部都是假的 肌肉不是這樣長的 都是我憑空想像 它是反自然的一個逆向思維去做出來的 然後後面的這個卡通人物的部分 就是有一個巨像體 可是你要故意把它做得不像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一樣是兩個虛構的一個面向 結合在一個實體的個體 所以我們一起做字幕提供的作品